高盛又沽工行,股價有壓力 高盛現在有個一年一度盛市 就是陰地陰地減持工行 昨天趁著內地新增貸款數字帥 趁勢沽工行套現10億美金 即港幣78億 今次高盛二妹股5.77元 較昨天收市價折讓3% 沽13.4400萬股工行H股 由於高盛差不夠5% 所以無需今次交易做披露 最重要是高盛設金壽期 金壽期證明它逐之逐之沽 逐之逐之沽 或者短期對一番保法 就說不知它自己沽 有些人會等它沽了 才會有些逆步 有分析就指工行由去年4元升到近6元 高盛在高位獲利不出奇 以及它本身投資業務一般 所以要撲水補充資本 今次沒有禁壽期 即是任估 相信高盛短期內會再減 而且股值吸引力又沒有以前好 公行股價看來有機會受壓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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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